好排骨便当没有排骨 而防盗名车呢不防盗 苦主是台中的一位男子 他买了一辆这个百万休旅车 那么在原厂新车的配备表上特别强调 这是一个高级的防盗配备 结果呢车主很不满 他说一点都不防盗 他的车子上个月差点被偷 他认为主要的征结呢 是在这个车头保险杆的防盗电线太显眼 小偷剪断之后就可以偷 不过车常否认 买来上百万休旅车 车头保险杆却有条黑色电线晃了晃的 乍看很不起眼 车主却指控车厂这条线 差点害他丢了百万新车 防盗线应该是隐藏的 为什么在水箱前面手一扣就能扣得出来 太离谱了 这线是个喇叭线是公用的 我们的喇叭线的设计 本来就是原厂 按照他们的安全规法来做的 事实上这条电线连接着喇叭线还有防盗器 这么重要的神经中枢 为什么会在这么明显的地方呢 我听李文道隔壁 这台人挖的就挖的 挖的都没声 车子被入侵后 小偷不但撬坏锁头 偷光车内财物 还在车头留下瓜痕泄愤 翻开新车配备表 这项防盗器是原厂强调的高级防盗配备 一装完车头却疑似出现了电线 通知等于回修 然后改善 应该这种电线应该要隐藏室 但人家看不到 但车商强调车款设计保证以安全考量 不过车主每每看着这条防盗电线 在车头晃啊晃的 心里头就会七上八下 最新的王毅潮连嘉庆 周围的台中采访报道